之前本社带大家回顾了奥运圣火在日本的尴尬之旅 现在他的命运又有了新的进展 原计划向公众展出到月底的奥运圣火 在仅仅展出六天之后就被有关方面紧急叫停 到目前恢复时间还是个未知数 目前圣火由东京奥组委保管 按照国际奥委会宪章的相关规定 圣火在奥运会闭幕室之前必须一直保持燃烧 根据外媒报道 圣火保管地点属于绝对机密 不会对外公开 伴随着东京奥运会延期的确定 很多相关赛事也必须要调整自己的赛场安排 首当其冲的就是原定于2021年下半年 分别在美国邮军和日本福岡举行的田径世锦赛 以及游泳世锦赛 4月8日 世界田连率先官宣了改期决定 原定于明年8月举行的游金田径世锦赛 正式改到2022年7月15日到24日进行 游泳世锦赛虽然还没有确定最终的举办日期 但肯定也无法避免改期的命运 国际泳连在3月24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他们正在和2021福岗游泳世锦赛组委会 日本泳协密切沟通 根据日本媒体的分析 原定于明年7月到8月举办的福岗游泳世锦赛 大概率改期到2022年5月或6月举行 因为7月份福岗将迎来一年中非常重要的祭祀节日 博多奇缘山立记 到时大批游客的到来会增加赛事主办方的接待负担 而再往后的话 很多运动员又要开始备战9月份举办的杭州洋运会 因此分析认为5月到6月或许是最佳的办赛时间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五环侦探社 我们下期再见